重新審視高鐵工程 重新審視高鐵工程 一批民主黨成員去到九龍灣港鐵總部示威 要求有份興建廣深港高鐵的港鐵公司 重新審視工程 確保高鐵通車之後 訊號系統安全 由要求港鐵正面回應市民 就溫州事故所引起的問題和疑慮 港鐵派出職員接過請願信 之後示威者和平散去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淑慧 報導